我們現在要開始上的內容是元素跟化合物 第一個要教的東西叫做元素 什麼東西叫做元素,元素是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叫做我是基本材料 我是基本材料 世界上的東西都是由我而建構而成的 叫做基本材料 說法叫做不能夠用普通的化學方法 比如說加熱、照光之類的方式 把你分解成更簡單的物質 這種東西叫做元素 所以元素就是一個想法、一個概念 我是基本材料 世界上所有東西都是由我去建造而成的 這種玩意兒叫做元素 國中生簡單分做金屬元素跟非金屬元素 別的東西高中以後再說 國中就只有金屬元素跟非金屬元素 所以分兩個金屬元素、非金屬元素 基本材料 那我們就要介紹它的性質 把它背下來一對 金屬元素新切面 剛剛切開來的會有金屬光澤亮亮的 金屬有金屬光澤會亮亮的 基本上都是電熱的涼導體 容易導電容易導熱 延展性強 延展性就是拉成細細長長的絲 打成薄薄的薄片 金屬有延展性 可以拉成絲、打成薄片 薄片不會一敲就碎掉 不會敲到碎掉 知道嗎?有延展性 OK? 金屬我們國中教的幾乎都是銀白色、銀灰色、銀色 但只有兩個不是 一個叫金、黃金、黃金、水金什麼顏色? 黃色、黃色還有一個銅 銅有人寫紫紅色、有人寫紅色、有人寫紅棕色 反正就是說紅紅的、紅紅的、紫紅色 別的金屬元素也有 不是銀白色、銀灰色的 我看過不是我也忘了 反正不要管它 國中教的那時候兩個不是 哪兩個不是? 紅跟金不是 其他的我們都是銀白色、銀灰色、銀色 銀灰、銀色 背下來 背下來 然後呢除了拱、水銀之外 常溫、常壓 我們講過什麼叫常溫、常壓 25度吸大氣壓 都是固體 所以也就是說 常溫、常壓下 唯一的液態、金屬元素是誰? 拱 你馬上就要背 那個什麼唯一的什麼什麼啦 最什麼什麼什麼的什麼啦 都是你要背的東西 什麼最好的啦 最高的啦 唯一的什麼啦 都是你要背的 OK?好 懂事、常溫、常壓下 唯一的液態、金屬元素 然後呢 金屬、氧泡、氧水、塵、鹼性、背過對不對 我也告訴你 考試沒有人考你鹼性的 然後考考什麼? 子字記變色 子字記 你還記得子字記嗎? 子字記什麼是鹼性你還記得嗎? 回去問問自己啊 你還記得嗎? 有石蕾啊 有分泰啊 還有一個廣用啊 分泡沒有的考慮就算啊 你還記得嗎? OK 金屬氧泡容易水層鹼性 非金屬 沒有金屬光澤 不具延展性 敲一敲都碎掉了 大部分都是電熱不良導體 好 唯一可考驗的非金屬元素是誰? 石墨 不要寫碳 不要寫碳 你要給我寫石墨 你要給我寫石墨 因為我們馬上就會交到 有所謂的銅素 異構體 所以你必須要寫石墨 唯一可導電的 唯一可導電的 非金屬元素叫做石墨 OK 然後顏色很多 各種顏色 這是古時候喜歡考的 現在不太會考的 不過還是麻煩你抄下來 能背起來 綠是黃綠色 袖是暗紅色 點是紫黑色 就是古時候喜歡問的 古時候 魯素的顏色 古時候愛問 現在不太會問 但是還是希望你抄下來 能夠背下 綠是黃綠色的氣體 袖是暗紅色的液體 點是紫黑色的股體 正好固態液態 正好固態液態 OK 綠是黃綠色 袖是暗紅色 點是紫黑色 點的顏色在 在我們學那個澱粉的解液的時候有用 綠在要教那個 命名的時候有用到 命名的時候有用到 OK 袖是暗紅色 袖是暗紅色 以後有一個袖水的實驗 OK 袖水的實驗會用到 看一下 記一下 常溫常壓下 有固態的 有液態的 有氣態的 可是只有一個是液態的 哪一個 袖 所以考試要背 對啊 常溫常壓下 唯一的液態 非金屬元素是誰 袖 你剛剛看了一個 唯一的金屬元素 對不對 多一個唯一的 非金屬元素 如果背好就對了 你就給我背起來 好背起來 袖 是液態的 其他的有的是固態 有的是氣態 不一定 不一定 變化很多種 非金屬元素呈酸性 這也教過對不對 金屬氧化物容易水呈鹼性 非金氧化物容易水呈鹼性 還是好壞性 沒有人考酸 還是檢討考什麼 直濟變色 一樣 你記得食忍 記得分泰 記得廣用 酸中什麼顏色嗎 你有記得嗎 不記得了回去跟我查 跟我去 重新再背一遍 重新再背一遍 OK 背完 好 要知道已知的 118種 自然間存在的98種 就是要88種 對不起 你要問我也不知道 我也問過 專門念化學的 我專門念化學 我問你到底有幾種嗎 說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到底有幾種 原因是因為有一些元素 以前認為地球沒有 快發現地球有 可是有到幾乎是不存在的有的嗎 到衡量 衡量就是那個寫了那個鮮筆 又把它擦掉是那一點的那個衡量 幾乎是不存在的那種 所以到底算有還是沒有就麻煩 所以你就不要管它 反正呢 考試就考你 就寫98或是寫88 有一些考驗像是88種 就知道是88種 OK 都知道是88種 然後總共有100多種 100多種 OK 好 元素有原子的形態存在 這個我們後面會教是不叫原子 一顆一顆的 一顆一顆的 用原子的形態一顆一顆的 相同的元素跟相同的原子 相同的原子就是相同的元素 然後以後會有周期表擺在一樣的位置 就視為你是一樣的元素 就視為你是一樣的原子 原子 OK 所以相同原子就是相同元素 相同元素就是相同原子 就是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後面再跟各位講 原子的說 再跟各位講 所以重點 記住金屬元素跟非物元素的性質 性質 什麼金屬光澤 什麼碱性酸性 那些東西把它記好就可以了 OK嗎 OK